在他回了一次老家之后 每年生日这一天 他都往老家跑一趟 请乡亲们喝顿酒 给他们发发红包 所以是你们都知道 他今天回老家了 是吗 卢姐 这事干嘛要瞒我呀 你们也真够逗的 什么都防着我干嘛呀 就为了回老家 给乡里乡亲发点红包 满足虚荣心啊 这就暴发糊 他过生日 你让着他点 我就是让着他 你们抱我劝他了 劝 你看到刘仪天在干什么 看看他在干什么 什么方法 我有上来没有 做我 不这儿 那么多叫我 我会参唤她 你怎么会参唤就无论 这个案内 不好像不太想出现了 您刚才电话特别多 我看您睡得正香 我就没敢叫您 你小子会来的事 你到我送到之后 应该挺晚了 今儿别走了 住我们员工宿舍 您早点走 远哥 我就不走了 我爷跟我说 让我跟着您好好地干 你行李也没拿呢 我拿了 在后备箱搁着呢 喂 卢姐 没说了我吧 老板 我对不起您 我知道你嘴不言 现在什么情况 我现在在火车站呢 我给您添麻烦了 老板 卢姐 你干吗去 你现在赶紧给我回来 老板 都是我的错 我回不去了 您千万别跟陆东船 我看你赶走 卢姐 你现在回来 回去 哪儿都别动 知道吗 三连 去活儿上 好嘞 哥 来了 老邓 进里进里 我 我这 抱抱抱抱 不用怕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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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快 来来来来 里边坐 里边坐 坐坐坐坐坐 好好好 哎呀 连出门的时候 小岸和问我 哥 去哪儿 我 我没敢说呀 哎呀 咱们老哥俩就喝顿酒 咱们老哥俩就喝顿酒